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入防晒和隔离 我已经提前给自己脸上呼好了 在这个提示下大家防晒霜最好是多给点儿 最好是平时在市区的时候来一个double的这样 完了之后在上底妆之前 我建议大家先用一个 是我自己惯的旅行妆 先用一个病妆喷雾 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现的一个 八脸八的清牢的一个牌子叫做 Blancme 所有大家觉得 八妆比较牢的粉底下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干的比较快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快速的 用我们这个棉铺给它推开 但是前提是用一点你刚刚用过的那个定妆水 喷一点在你的棉片上 整个妆肉定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要用我们的定妆粉 最后再给它加固一下 再给它最后再压一层 一样这样的手法 在你的眼眶 这一阵区 这样的一阵区 给它压一层 当然这粉不能太多 主要是你要用力的压上去 接下来就是色彩的部分 雪道上满地的白雪就是一个 纯天然的米菠萝嘛 所以我们的妆容其实可以 在颜色和结构上面可以稍微浓一点点 我把下眼影画得稍微浓一点点 为什么呢 通过这次冬奥会应该没有人会不认识 这位天才上的Gliding对不对 在比赛的时候妆容它其实有比较浓的 下眼线和下眼影 在靠近根部的地方再加上一个 稍微浓一点点的颜色 然后填上的眼线 滑雪的时候我会喜欢把那个眼头给画满了 就这样写得更有声 睫毛分别只贴三缕 分别是九 十 十二 直把尾部吊起来 前面的全靠睫毛膏来刷 最中间的部分先给贴好 贴在你的黑色的眼球边边上 大概的位置 最长的那根贴在最眼尾的位置 最短的那根呢 就贴在眼球的正中央靠边一点 那今天眉毛呢 直接用这个液体的眉笔 主要是画形状 把一个这个想刷上 给它刷得过度自然 眉毛是画完了 但是有一部工作千万千万万千 不要省的就是把眉毛给定装了 把眉毛给定装了 把这眉光给它 按进去 这个几根可怜的假睫毛都已经干透了 咱们就给它刷上 咱们特防水 嗷嗷防水 超防水的这个睫毛膏 季季滑雪时候睫毛膏得防水 真的得防水 必须防水 我画侧眼就很神奇 我会直接第一笔最重的时候 我会在眉毛里边 因为往往第一笔在外面的时候 你控制不好 这样就会比较自然 也不容易失手 我们拿一个相对比较把干的 比较不容易给运到别的地方去的一个唇釉 哈 这样不要多 咱们一定要记住 咱们不是比美 咱是滑雪 滑雪 来 这一点就够了 你要给嘴巴定个妆 没听错 没错 没错 上唇釉之前给它润够了 润唇膏或者凡事连给它用上 咱呼一会儿 让它可以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湿润度 好吧 放心再来那压 腮红给它枕上 那我就会来一点吧 稍微咱来一点 一样一样 来 给它压 给它吃 给它吃了就不准吐 在这个地方呢 有另外两个小星期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在眼妆中间 加一点点小星期的地方 比如说 小桃心 小五角心都可以 因为到时候你只能露出这一部分的时候 小星期在这呢 另外一部分小星期呢 现在人都叫它防洞梯 有了它之后呢 护脸就蹭它不蹭你了 怎么样 咱来穿一个对头的衣服 感受一下 好了 今天的不脱滑雪 让你们学会了吗 希望你们可以更享受 滑雪给你带来的自己 和滑雪场给你们带来的美丽 拜拜 这里是爱生活 爱漂亮 爱滑雪的大盘